因為疫情的關鍵讓很多雞頭、雞靈都失去後要出機會 很多關鍵也停止了相關進教的身材工作 不過台南市政府是特別基督後雞頭、雞靈工作坊的外檔 透過維基兩天的確定覆訓 都可以成功來得到表演情 不過這也是為了一項 因為未來準備準備行為山頂的方式來進行 讓申請過程是更方便 因為以前所受到影響的行業最多的資格 就連雞頭、雞靈也失去後很多人出機會 因為要幫助雞頭、雞靈 幾乎要特別基盤後雞頭、雞靈更做法的活動 只要經過兩天的配分確定要 不可以得到表演情 各種類的朋友我看一下 其實也是蠻多的 我們在台上其實我們的表演中也會 透過一些信息的比如說像我們在一般 台南是個文化福度 但是在福度的心意裡面 需許多多我們市民朋友們 還有街頭藝術家們 其實他們都希望有一個展演 我相信將來在市府一定會擴大 在這個層次上的合作 在許多我們市府辦的活動 或是民間辦的活動 我們可以推薦 許多街頭藝術家們 能夠有展演的機會 不僅是動態的跳舞 靜態的展示 或是魔術 或是其他的他們所擅長的藝術 其實我們都很希望 我們有這樣的一個平台跟空間 不過其實這個工廠的活動 也會是唯一的一場 未來中的專業是一頓的風險 何正在處理的可以變得更方便 也對上時代的交流 那尤其前一陣子 因為疫情的關係 許多市內的展演空間 都活動都被取消 那戶外的其實坦白講 環境不是那麼好 但是在街頭 對街頭藝術人來說 我們覺得他們本來 就對於街頭的環境很熟人 所以我們覺得在接下來 在街頭的這個空間 我們應該大鳴大放 而且是有更大的一個機會 讓他們表現自我 這段話題表明相當熱熱 總共親後 國管市超過一千人 表明參加 逃過後 入街第一名的頭藝術人 讓每一個參加的人 帶來相當整個的經驗 分享 相信對大家未來的 生涯發展 都是相當有幫助 接下來就將民營空窟 彩虹伯德